而在地方建设的部分 吉安乡庆丰社区活动中心 兴建工程总经费共计1200万元 而县长许正卫 同时也挹注了500万元经费 来协助早日兴建 县长游淑珍为了感谢县政府 对地方建设的支持与协助 会同了庆丰社区发展协会 李建士们亲自拜访了县长许正卫 当面表达感谢 吉安县长游淑珍与庆丰村 社区发展协会李建士 公计32位社区相亲前来拜访县长许正卫 并且表达对社区活动中心 经费益助的感谢 游淑珍表示 这次庆丰村社区活动中心 兴建工程经费公计1200万元 与建地上一层集会场所 现今村里组织 已经逐渐有行政转型为服务的取向 并且提供社会福利政策的社区据点 因此补助地方进行兴建活动中心 早日改善公有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 这次济淑珍公所提出了 庆丰活动中心的一个建设计划 因为我们的庆丰活动中心 是我们人口数位居在 济淑珍第二大村的庆丰村 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 虽然有我们浩克玉书村 来分流作为我们 所有的乡亲休闲共够 已经热火的地方 但是还是不足 因此我们提出了 庆丰活动中心的整建计划 在我们中央获得内政部补助400万 在我们的地方也获得了我们县长大力的支持 除了县府补助200万的挹注之外 更分配了我们的统筹分配税300万 它寄注在我们的这一次的建设里面 所以谢谢县长总共寄注了500万在极安 庆丰社区活动中心的一个建设跟建制 那这个总经费原是1200万 但是因为这个建材的一个改变防疫之后 物料的缺乏跟人力上的配置 所以也增加了一些我们在未来建设上面的一个场地的费用 跟这样的一个编列上再补足必须要再补充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市性的建设有很多的考验 跟很多不定性的因素会产生 但是我们相信县厢协力永远会带给极安厢 跟所有的厢亲最市性的最安全的最热火的一个场地来作为使用 刘书臣表示原有清风村活动中心 因建筑老旧且使用空间不足 新建的社区活动中心将提供村里民更多的生活娱乐空间 以营造居民伪向心力 具有守护相助 敦期牧民的功能 也因社会福利政策的需求 作为推动社福关怀的据点 具有深入基层照顾弱势族群的功能 记得就关于广播剧场